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就开了 你们所问的问题都是 师父 我心中很苦 接着又说师父 我的孩子很不像 这两个对于你都是真实的 师父 我很恨 恨我先生很不负责任 他把一个虚幻的东西 创造出两个真实的概念 一个是那件事 一个是那颗心 都变成真实的 没有人爱 是属于苦还是乐乐 我要是有人爱 我就痛苦 你最好几辈子都不要爱我 我最轻松 就像现在过年快到了 那年除夕那天 一个大楼管理员看到我 就说师父 恭喜发财 我跟他讲 当出家人发财的时候 还需要修 修到发财 做官的人 发财一定是贪官 有的人不可以发财 我不用发财 我要布施 大家的认知都很奇怪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很歹命 为什么大家都会这样想 从头至尾 完全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我常跟同学讲 你为什么没有自信 第一 你又不参加选美 第二 你又不参加奥运 第三 你又不是要去争取世界记录 你没有自信什么 你在自卑什么 这样的心态 很多人都有 一个没有信心自卑的人 学佛是学不了的 学佛要很有志气 我们坦白 是要对自己坦白 我们自己内心怎么样 我们不要为自己找借口 你能坦白你的内心世界 你才不会找借口 比如 你一下课就跟同学说 我为你说法 同学说奇怪 你怎么那么惹心 你回答没有啊 我只是想度你而已 你要看到 你想度他这一句话 并不是真实的 你要人赞美 肯定才是真实的 如果你做到有一天 我度你 真实没有什么概念 那就对了 你并非不可以为人说法 只是你的潜意识是什么 你不可以变骗自己 就像很多人做善事 不失 很多报章杂志报道他 但是他内心的潜意识 动机 单不单纯 还有他自己知道 有很多人在做好事 是在弥补他的族国 因为他们以前伤天害理 挣了很多黑心钱 现在可能金盆洗手了 所以做很多善事 来弥补他自己的内心世界 表面上 你连一毛钱都没有捐 你比他更善 哪有说我先去害人 害了一辈 一阵子再来帮助人的 他忏悔的心 我们可以肯定 但不是鼓励你去这样做 比如 我们班上有40个同学 其实你们彼此都不用帮忙 你们只要彼此不再伤害对方 整班就一团和气了 这不简单 你要老实 一般人说想要帮助别人 我却说 你讲太快了 你来帮助我 会先造成我的负担 文后思维 你能实时看清 你内在的动机吗 心平和老齿介 行职和用修缠 感恩六族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感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